好新经济时间 首先我们来带大家关注的是民生议题 因为经济部电价费率审议会即将登场 现在说台电提出的调涨方案是民生住宅动涨吗 我们交给舒函 好确实哦 虽然民生电价好像是要这个动涨状况 不过前几天期也看到很多的朋友 PO出他们的电价夏季的调涨 已经让他们蛮有感的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 经济部的电价审议会将登场之后呢 确实民生动涨产业要调涨 那平均涨幅会来到15% 那当然用电量比较大的半导体啦 AI啦资料处理中心啦 哇这些就要到15%了 如果你是有用电衰退的话 那么呢就是以减半的方式来去调升 预估就会影响到53万的这个用电大户了 那最快呢是10月15号 也就是接续着下月的电价调升 接着呢就是可能会在11月来起涨 那到底是哪一个 当然还是要等最后的结论出来 那再来看到利润推迟了整个预算的一个审查 所以这个拨补预算的部分 可能就会变成提涨这个工业电价 那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台电的部分 吸收了产业用电大约4000亿 希望可以来回补 再来一个考量就是实际我们的价格是怎么样 其实相较于日韩的产业电价 台湾好像有这个调升的空间 那我们也稍微查了一下 台湾相较于韩国的部分呢 电价的差距大概还有18%这样的一个幅度 所以确实好像是还有调升空间 但是工商业界的讲法又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看到呢 工总理事长就表示不反对调涨 但他认为幅度15%好像太高了 再来我们看到林伯峰就表示 各行业各业吃不消 而且他认为这应该会让通膨继续往上来升 因为影响到民生就会推升物价 不过这是产业界的说法 有一个产业他们倒是蛮霸气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到科技业的高层 据传他们表示说呢 他们认为稳定供电才是他们关键的一个关切点 也就是说价格的部分并不是他们的首要考量 好讲到产业 在台湾呢我们就会先想到的是高科技产业 那三大科学园区在今年上半年说也是缴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吗 我们再交给舒凯 好确实哦 尤其我们又看到今天这个台股开盘 也可以看到台积电持续站稳是千金股的一个角色 再来呢我们也看到联发科靖阳将近3% 表现相当亮眼 那么三大科学园区今年上半年的这张成绩单 也一样是闪耀亮的 我们来看一下创下了一个新高 营业额来到2兆1590亿元 年增幅来到19.67% 主要受惠当然是AI 再来就是供应链调整库存 现在已经搞一个段落了 那接下来来看到老字号的竹科 你可以看到它涨幅来到了10.46% 那么呢在中科的部分则是7.54% 南科的部分 哇这个是大幅领先 来到36.98%的一个涨幅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9273亿元 相较于竹科中科也是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 那为什么可以稳居龙头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机体电路产业3奈米的制程载支撑 也就是呢先进制程稳稳的撑在这里 所以站稳了榜首 包括台积电围影还有川湖 这个全年呢 现在预估达到2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现在国科会也非常乐观看待的是下半年的一个走势 渴望呢可以突破4.5兆元 那么呢刚刚提到的就是电价审议委员会即将要召开嘛 那这个电价当然有可能会影响到营收 不过还是这么大气 国科会也是表示说 电费占这些厂商的成本比重其实不算太高的 所以也估计对他们的影响是相当有限 好另外也要关注到房市的议题统计 今年上半年中股屋的交易量创下了2013年来的同期次高 所以我们要请教书涵这反映什么趋势呢 确实大家都在想说 哇这房价一直金金涨 涨上去之后好像都下不来 尤其如果科学园区到哪里 那当然那个地方可能就要飙升了 现在呢如果你新陈屋买不起 那就要从中股屋来下手 我们看到近十年 全国上半年中股屋交易 今年已经达到了5.65万笔 这创下的是什么呢 创下的是2013年来同期的新高 相对高点出现在2013、2014 不过后续的趋势怎么来看 尤其现在有打房的措施上路 我们看到房市专家就表示 高点后房市的景气通常往下 买气连年也会走降 所以我们看到刚刚说2013、2014是高点 所以其过往的经历 2016年就出现了近年的一个新低点 这个其实有点暗示说 好像现在开始可能会走坏了 所以我们也看到政府重拳打房 那买气可能就从急剩 瞬间转为急衰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看到央行的心智也再度敲响了警钟 所以要观察的重点就是今年第四季 到明年会非常的关键 那再来看到另一个房市专家就表示了 第三季央行限缩资金 也加大了管控的力道 所以一直在请银行来喝咖啡 所以我们看到这波的房市 他也认为多头恐怕会结束 那如果你是真手购足的话 也许就不受影响了 所以你如果自助需求 名下又无妨 你又可以备妥自备款 每月缴款又无余的关系的话 那你现在就可以随时进场来看污 应该会是价格比较甜蜜的一个点了 除了以上重点提供给您 欢迎扫描的是QR Code 掌握我们的相关资讯 以上是提供给您新经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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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